浙江人跑到战火后的叙利亚开密雪冰城风格的奶茶店 原来是醉温之夜不再酒 Hello Hi,我是李星勇 想不到我在叙利亚居然见到了中国奶茶 叙利亚有间中国奶茶,85度奶茶 这是中国人开的吗?燕麦奶茶 第二杯半价 中国人是吗? 哇哇,您怎么在这开奶茶店 是真是中国人开的呀 你们在这开多久了? 也就开了两三个月吧 怎么样,本地人能接受了咱这奶茶吗? 我能接受,他说上了,他说打一杯 打一杯? 打一杯啼儿 是吧? 打一杯啼就是很好 你再说两句是中国人 你会讲中文? yeah Can you speak Chinese? yeah, like a little bit little bit, what? I have learned I can think like,你很漂亮 你好,漂亮 这个是什么? 妈妈,你很漂亮 妈妈,你很漂亮 yeah 这个是? 不好 真是,真是不好吗? 这都是你们在教他学中文是吗? 对对对,教我们一下阿拉伯语,我们也教他中文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中国单独采购的 对,都是中国的 这是茶叶什么的,都是中国的 这是中国阿萨姆什么的 都是中国的 斯里兰卡产的,中国包装是吧 对对对 这个珍珠不能做是吧? 只能是用这种 对对对,这边是很香的 那其实消耗的是很多的 对对对 珍珠来这边这个是珍珠吧 在中国是古之前 是的 是的 像这个奶茶在中东有多少家开的呀? 那我还不知道 反正这边是没有 然后泥巴嫩也没有 然后 不知道我就知道迪拜多 其他地方有没有 伊拉克我可能也没见过 伊拉克 对 还有 反正这边都还没有 其实这个奶茶对于本地的人来讲 算是一个新品类吗? 对 是个新品 他们喝 我说能奇特吗? 他说这个茶和这个奶都很新鲜 他喝着很舒服 我其实 两个礼拜前我就来过 那时候我没有货 没货那会儿? 对啊 两个礼拜前我来看你们关这门 这边的原材料全部要从中国进 你就是什么货都没有这样吗? 这边的原材料都找不到的 就卖完了这会儿当时 所以就没开门 对 对对对 现在这货柜刚清完关是吧? 对 现在货柜全部到齐了吧 因为这边又货也不要长 最少要两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呢? 对 不要慢 货运比货还要贵 是吧? 真的 货运真的比货还要贵的 货一百 货运就要一百多了 那是那是 他们是高很多 嗯 然后有时候 看来店员 店员也随时喝的杯奶茶 店员今天在我这里买了 四杯 饿了吧 喝了 喝了 他自己买的 这个店员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刚开始是我们 中国的台湾 四半省 哦 所以慢慢传到香港到大陆 然后 对对对对 最应该是从香港 然后传到广东 从广东慢慢的再流传到其他城市 卖一两百杯吧 一两百杯 也没有什么打广告 就是通过Facebook上面发了一下 发了一下 他们就知道了 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喜欢追求潮流 然后就看着就慕眠而来 对对对 就像本地 就像你们请的几个员工目前 我们目前请了两个 请两个 他们本地人工资一般在多少钱呢 大概就是 一百美金吧 对 一百美金吧 一百美金算是你们给的待遇比较高了 对对对 在虚尼亚来的时候 我们那个水平已经是超过了很多了 超过很多 超过他们那个本地行业的很多工作 那边有一个日本料理 阿拉伯人开的 他餐厅里面的厨师是菲律宾人 有三四个 从他餐厅的菲律宾厨师 一直到他们那个老板的儿子 几乎过两天就会过来 他老板的儿子天天过来 就是喝过以后 喝过一次再来一包是吧 对对对对 可以可以去 前一段时间我没有开 然后他老发那个WhatsApp我联系 我说你什么时候开 他在这有点想了 他说 我用营销店都没有 所有营销店都没有分口机 没有 这是叙利亚你们第一台商用的分口机 是吧 我运过来的 厉害厉害厉害 那个分口机呢 外国人过来一看 我也像看什么高科技一样 确实是在叙利亚合影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分口的 在这开始 目前已经开始盈利了 因为才几个月 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还在收回成本中 对对对对 还在回血中 你们遇见多久能够回完血 快了 应该快了 应该再过个 三四个月吧 三四个月吧 三个月 三四个月 厉害了 半年回本 厉害 妈妈 我从来没有想到 奶茶也可以成为 中国一种标志 就像您在续地亚投资酱一个店 应该要投不了钱吧 对 应该要很多的 应该要七八十万 七八十万人民币 那是不少的 对对对 奶茶店属于一个 一个产业性的东西 在这里呢 就是开一下 向我做生活 然后呢 就是说再发点 一个产业 我现在有个柜子发出来 在市场上卖 生姜 发出来 这些产业里面 费用空间也是很大 所以说 你们开店先 把这个作为一个起点 稍待再做点什么 别的买 每天研究研究市场 对对对对 对 你要找个东西扎进去 你必须要找个东西 在一个地方 你没有一样东西扎进去的话 很难起步 是 因为呢 这是一个实体店的东西 跟那个当地人交流 各方面 就是说有有信任度 这是最最重要 就是奶茶店 其实不是真的想干的 对 你就是有个信任度 别人就知道 你电开在这里了 那维护给你发 就可以发 你如果没有这个实体东西在这里 你说的话 别人是会相信 是吧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你没有 别人不会相信你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实家 你每天 打电话找你 你也找不到 但是我们的电开在这里 不一样 你本来说有一个产品 你是可以发 有没有 但是你谈到最终 谈到钱的问题 就谈不拢 为什么谈不拢呢 你发过给他 你叫他付押金 是不是 我给你发过 是不是要付押金 他不敢付 是吧 他不敢付 你也不敢发 我发出来 你万一不要呢 就没有一种 这种东西 有种东西就是合同 是吧 不签中 不好做 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很少 很好 没有这个小孩在这里 跟我学中文嘛 然后他自己喝了三杯 然后他妈妈喝了一杯 他买给他家司机一杯 哇塞 今天消费了四杯 五杯 五杯了 他三杯 他妈妈一杯 他家司机一杯 那他今天赚的钱 都贡献回去了 没有他不是在这上面 他在这跟我学中文 在学中文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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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钱学的吗 我做什么大点 哦 他还可以做店员 他现在在我这帮忙 我就不收钱 他说问我多少钱一个小时 我说不收钱 哦 这还挺好的 吴哥跟邓哥选择在海外用 珍珠奶茶创业 这对于本地来说 他绝对是这种新品类跟大浪海 而且 相较于本地用奶茶相比呢 就是他味道比较寡淡 本地奶茶一般都是村牛奶 配着茶叶冲泡的 他味道特别单一 而中国的奶茶呢 奶茶粉呀等等东西精心调制 你可以调制 从各种味道 而且配有珍珠呀 而且配有椰果 这天然就是这种压倒性的优势 而且年轻人喝了都上瘾 奶茶呢从台湾传到大陆 也慢慢成了中国的主要消费品之一 我觉得随着中国人带他出海 将来某一天 也许我们也能够在非洲喝到蜜雪冰城 跟一点点 你今天 How old are you? 我今天21岁 今天21岁 我看你为什么你的手机上面有中国国旗 看他的手机分辨是中国国旗 你喜欢中国吗? 一当然 我喜欢中国国旗 你们有一些都是中国国旗 的地方 就是中国国旗